在倡导节能减碳的环保意识当中 太阳能即将成为未来的绿色能源主流 目前使用最普遍的太阳能的热水器 也进一步提高了技术 达到了九成以上的省电效能 另外未来的太阳能的发电系统 甚至还能够把电力要卖回给台电 真正做到了节能环保 目前市面上的太阳能热水器 还是普遍使用平板式的太阳能收集装置 不过最新的太阳能收集技术 用支支圆筒取代传统的太阳能板 能够收集更多阳光 同时也更省电 未来太阳能普及到各家庭之后 每户人家都能够靠太阳能发电 甚至还能把多出来的电力卖回给台电 真正做到节能减碳 不过这项技术 目前还有成本问题有待克服 太阳光电板现在价格之所以会那么高的原因 就是因为吸进的这个部分 然后制成过程 因为比较复杂 所以会比较成本 导致成本会提高这样子 商量在于底谷克 一间团体跟相关产业 透过绿能产业嘉年华活动 激起倡导节能减碳 希望给下一代一个更干净的地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